摇滚天王 猫王的唯一孩子 丽莎玛丽 星期四因为心脏骤停去世 得年54岁 这位全球最知名的新二代离世之后 顿时引起全球关注 尤其是在美国 有粉丝更不惜长途跋涉 前往位于田纳西州的猫王故居 优雅园 给丽莎至上最后敬意 嗨 我是Ashley 我来自拉斯维加 都是老 regarde 刚果一个owan么得到老闆 发霍 totally 还写了 这里发挽她 撤得了 感觉 非常有意次 很感动 很哪 powiedz 莉莎最终会长眠在优雅园 葬在她的儿子本杰明的格林 这里是猫王留下的豪宅 也是猫王博物馆 莉莎两天前才和她的母亲 出席全球金球奖颁奖典礼 没有想到两天之后突然传来噩耗 她的一生跌宕起伏 幼年丧父 中年丧子 继承巨额家产也被挥霍已尽 多年来她更一直与毒瘾和抑郁症抗争 她的感情路同样非常坎坷 结果四次婚 第四次婚姻嫁给了吉他手间音乐制作人洛克伍德 但是他们早在2021年就离婚了 她的身份相当线 也不在乎 他也不离婚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